鈴鐺 和媽咪 和媽咪 我記得 很難玩 因為我喜歡和媽咪打步 她很厲害 我喜歡買床 我不喜歡 是呀 其實我最初跑全馬的時候 我都不相信自己可以跑得到 只不過我覺得 我希望有這個目標 我定給自己一個目標去努力 原來你覺得不行 做不到的事 只要你努力 向自己的目標 堅持 不要放棄 其實原來 是可以做得到 甚至其實是不難的 其實兒子 他不是每天都練跑 但是他參加跑步比賽的時候 我看到他出盡力地跑 出盡力地跑回終點 好像快要暈倒 我看到他這麼認真 和這麼努力的樣子 和那個態度 我是很感動 很欣賞 而且很希望 他將這一份 在跑步裡 學到的堅持 努力 不放棄的精神 應用到在日後 他無論面對其他 學業上 做人 處事上面 面對困難 都希望他記得這一份 堅持 努力 不要放棄 還有這個偏強的性格 如果平時一家人跑步 是很開心的 可以去到一些草地 天馬公園 或者是我們在 摩天頓的海皮 或者是跑馬地的 配水庫 保雲道 像水灣的海邊 海堤 我們可以一家人一起 交遊 跑的時候 可以鍛鍊身體 可以去到郊外的地方 大家一起玩 一起跑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親自活動 又健康 又經濟 還有大家可以 共聚的時間 為何今次參加渣打家庭跑 是因為 其實方家 並不是說 很多時候 有一家人 一起參加跑步的活動 這個家庭跑 就不是說比賽的形式 只要大家是 一家人 一起 可以很歡樂地去跑 可以享受當中 跑步的過程 都希望可以推動到 香港其他的家庭 大家都可以一家人一起做運動 大家可以一家人一起出來 跑步 平時培養跑步的習慣 無論是對大人 小朋友 身體 情緒 心情都會很好